说完了赛道上的传承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赛场边的男孩 这个在狼子岛怀中的小家伙 是中国女排康福士丹尼尔 还不足一个月 还不足一岁的儿子 5月初 丹尼尔的妻子 抱着刚刚四个月的儿子 到北伦探班 一家三口相聚了十天 转眼三个月过去 小宝贝终于又见到爸爸了 丹尼尔说 上次儿子还是小婴儿 这次见面已经快会走了 牙也长出好几颗了 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了 为期四周在北伦的封闭训练 即将启程前往雅加达 出征亚运会 8月19号中午11点 中国女排将首战越南女排